这件事是发生在金刚的公寓 我时常台湾跟日本两边跑 但是只要回到日本都很晚才睡得着 可能是时差没调整过来吧 住的房间格局算是正方形的 从大门进来左手边是放鞋子的地方 往右走几步撞到墙壁后 只剩左边有路 在往前几步的右边有两间房间 左侧则是鞋柜跟收纳区 然后正前方是厕所 从厕所往左走有扇门 打开门就是通往客厅了 补充一下 从大门进来到客厅那段路是钻感应灯的 只要有东西经过灯就会亮 有好几次我在客厅看电视看到打瞌睡时 听到有人走路过来的声音 一开始我以为是家人回来 但是睁开眼后却没有人 也曾看到半透明的人形物体在我眼前 从左边那扇门飘到右边阳台 因为遇到太多次不分昼夜的次数多了也觉得有点害怕 就请家人到日本神社求除魔符咒之类的东西 时间大概在一两个月后 我再次回到日本 看到有个除魔符咒放在鞋柜上 虽然已经有符咒 但情况还是没有改善 甚至曾经在房间的时候 听到大门被打开的声音 跑出去看的时候发现感应灯亮了 但是什么也没有 也许是有点习惯了 反正又没有要害我 所以就没有再去多加理会 之后有一次去熊野纳志大社 跑去买了几个御守 不知为何 我突然跑去问师父说 在家里常遇到阿飘 请问有救命的除魔符咒吗 然后师父就推荐我用一款 不是免费的超强符咒 我也问了使用方法 才知道原来符咒 是要放在抬头人看到的地方 家人之前放在鞋柜上 难怪一点作用都没有 后来回到家 我就把两个符咒贴在镜门左边的上方 心里想说 这样应该有效了吧 因为跑出去玩了好几天 回到家也累了 在洗完澡后就准备睡觉 但我是一个极度不好睡的人 躺在床上总是要翻来覆去 很久才睡得早 记得当时是夏天 天气还挺热的 因为另一间房间没装冷气 所以家人就跑去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躺在床上的我努力想睡着 但就是睡不着觉 很痛苦的一直翻来覆去的 之后我就听到客厅门被打开的声音 然后感应灯亮了 接下来是厕所灯被打开的声音 之后厕所开门后再关闭的声音 我心想原来是家人起床上厕所啊 但是过了很久都没听到冲水声 不过之后有出现关灯的声音 走然感应灯也亮了 还感觉到有个看不见的东西正往我房间走过来 因为害怕我就转身背对门 把眼睛闭起来 稍微偷看有没有影子之类的东西 虽然不是正面看到 但是就有一种感觉 那东西已经飘到我的背后 当我心里正在想 要不要翻过去看的时候 船头柜的冷气遥控器突然被拿起 然后非常用力的放下 发出很大的怕的声 我吓得全身抖了一下 他知道我还没睡 那种感觉就像是在警告我 不要多管闲事 我害怕到不敢转过去 因为背后有股压力 他就像是站在后面瞪着我 我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事 心里一直很害怕 然后我就在这种恐惧的心情下 睡着了 因为前阵子常会遇到被压 甚至脚被抓被捏 所以我有到台湾的大庙求护身符 睡觉也都一直带着 虽然带着护身符 有时候还是会看到 不过阿飘无法再碰到我了 还好现在有带着护身符 不然还真不知道 阿飘会不会对我做什么事 真的是好险 隔天早上 我就问了家人 他半夜有起来上厕所吗 答案当然是没有 我也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可能他是个麻瓜 只有害怕 没有体验的感觉 如果下次我再遇到 一定请他去找他 我不在静干的时候 就让他们好好相处吧 这是发生在六年前的事了 是我本人的亲身经历 我一直对灵异事件很感兴趣 但可能是因为巴自重 所以从来没有遇过 这次经历虽然没直接看到阿飘 但回想起来 心里还是觉得毛毛的 那天我跟朋友到高雄玩 去了很多景点 晚上逛完夜市后 已经是半夜 我们开着车回到朋友家 在吃了宵夜后 便睡觉 最近几天 都玩得非常累 照道理来说 我的体质 应该是一觉睡到天亮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那天露睡没多久 在半夜四点左右被吵醒 还隐约听到窗户外 有个女人的歌声 可是我们住的是公寓大楼 凌晨四点 会有谁在唱歌 但因为实在太累 我也没多想 这时 我突然发现 身体怎么转了180度 自己长到这么大 从来没有在睡觉时 翻身180度 就是正常投睡枕头 但最后变成脚在枕头那里 虽然有点奇怪 不过我还是没多想 把身体撬回原位后 就继续睡了 隔天早上起来 想先去上厕所 但一站起来 竟然全身无力 整个倒下去 连站的支撑力量都没有 真的是非常奇怪 我难过的打回床上 打开手机 想要找朋友到我到医院 结果就看到一堆朋友 传来的讯息 问我的人还好吗 正当我好奇 为什么要问我好不好的时候 我就看到 新闻跳出来的 高雄起爆事件 额爆炸的那个地点 我昨天刚好就在那 后来我一直都站不起来 也没有发高烧跟头痛 只要躺着就没事 但一站起来就没力气 最后朋友看我不行 就扶着我到医院 医生也检查不出来 我是怎么了 只说可能是因为流感 然后给我开了一些药 没想到吃下去后 我的身体就恢复正常了 事件也就结束了 虽然没有直接看到阿飘 但这件事让我回想起来 还是感觉毛毛的 如果你有遇到灵异事件 想要分享给大家听 也欢迎投稿 让弥上瘾帮你分享给大家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